2019年10月8日,香港理工大学专商学院讲师陈伟强,仅因为建议严惩修理风波中的暴力示威者,而在自己的课堂上遭到围堵约5个小时。 在那场围堵中,不仅陈伟强的身体受到不礼貌对待,他的心灵亦承受着痛苦、惶恐、害怕和担忧。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多,香港校园已经恢复平静。 陈伟强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,事发经过仍记忆犹新,心中的阴影仍没有完全散去。 在网上里面说,已经起了我底,然后就很想找我住的地方,然后就说要搞我,甚至影响我家人。 那我当然很恐慌,然后警方就说,你不要回家,你找另一个地方住,你家人都不要回家。 结果我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,其实我没有回家三个月,不在家,我和我家人,太太和子女分开了三个月,免得影响他们。 2020年1月,陈伟强重新被学校安排试课。 他回忆,虽然时刻期间没有再受到严重的粗暴对待,但亦有不知名者走进客室辱骂他。 他表示,他不会因此而惧怕,因为他知道他的言论是正确的,是爱国的。 发生了一件事之后,我知道他背后那批人去围堵我目的,其实是想我不再出声。 其实就想用这个事件吓一吓,第一就是吓一吓我可能收声。 另外就是同时间,其他可能爱国的学者可能都因为这样会有所避忌,不出声。 我自己认为我的言论是正确,都是一些爱国的言论。 他越是这样,我就反为在12、11月接受访问更多。 陈伟强表示,自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以来,一些标榜港独的群组纷纷解散。 港独分子也不再敢公开散播反中乱港,仇视国家的谬论。 香港社会由乱转治,治安越来越好。 据我所知,一家安法一吶,很多人突然在群组里面很易烈地说这些话, 有些即刻,其实退了群组。 他一段时间是这样。 以前他们可能很公开去讲他那个港独的立场, 但是现在他们可能就未必会在街上公开。 陈伟强认为香港国安法对于香港是必要的。 同时香港的教育改革也是势在必行。 目前来看香港年轻人无论对内地还是西方世界的认识都存在偏差。 要改善这样的情况,必须要从基础教育做起。 解决那个根源都要是从中小学开始,加强那个… 首先对内地的认识一定要加强,就是客观地去认识。 另外世界各地的历史或者政治制度的发展都告诉他们。 他们现在有时候不只是对祖国认识有偏差, 其实对西方的制度认识也有偏差。 一面倒认为可能是好的,全部都是好东西。